中文 童话 他被一个神奇的泡泡穹顶保护着 使他隐形于世间 米拉科岛由半人半马的兄弟统治 长兄佩加赞德 是三人中最聪明最有悟性的一个 他制定了王国的法律和秩序 但他的脾气也很暴躁 老二多罗罗是最强壮的 负责保护魔法穹顶 免受入侵者的侵犯 最小的弟弟亚利安 是王国里最英俊最好看的人 他是那么迷人 每人与仙女和龙女们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亚利安掌管着巫术和魔法 一 确保没有人会滥用咒语 三个万人万马的兄弟一起统治着米拉科 让大家都幸福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等春天来临时 正是举行伟大魔术师锦标赛的时候 来自米拉科岛不同地区的巫师们都前来参加 半人马兄弟作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魔术师来当裁判 群众翘首以盼 一开始来了一个冰姑娘 她在兄弟们面前居了一躬 然后从佩加赞德的玻璃杯里变出了一个冰镖 看起来和佩加赞德一幕一样 佩加赞德笑了 人们为她呼呼 耶 哇 接下来 在一个移动的水桶里 出现了绿色的人鱼 她在兄弟们面前居了一躬 然后在空气中制造了水泡 她从水中跃起 把自己变小了 困在泡泡里 气泡聚在一起 绿色人鱼又出现了 人们的欢呼声更大了 佩加赞德看着多罗罗点点头 接着是狮子蝉除 她跳得比谁都快 接着是一位龙女 后面是一位仙女 这样持续了一整天 观众们都很喜欢 当兄弟俩终于开始讨论 谁该赢的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喂 有人吗 我想我迷路了 入侵者 亚里安立刻站起来 挥度魔杖 当还没来得及念出咒语 就从灌木丛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 她愣住了 那位女士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长袍 看上去像一位公主 哦 我很高兴 那位女士摔倒了 失去了知觉 所有魔术师都聚集在她周围 惊讶地看着她 人类怎么能进入米拉科 多罗罗罗跳到空中飞了起来 他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她跳起来飞到空中 与此同时亚里安闭上眼睛 用手指要拉纳伊娜的太阳穴 你能看到什么 只有她的名字 纳伊娜公主 但其他的我什么也没看见 她的记忆很模糊 伟兵们把她带到监狱关起来 知道多罗罗知道这个床入者是谁 她的动机是什么 伟兵们立刻用他们的魔法 把纳伊娜公主举起来 带着她走向监狱塔楼 而她却毫无知觉地漂浮在空中 那天晚上 多罗罗回到哥哥们身边 她说 不知道纳伊娜公主 是怎么进入米拉科的 因为魔法穹顶的四周 都密封得很好 我们继续料查 因为从来没有人踏足过我们的徒弟 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状态 在那之前 这个姑娘还是个囚犯 多罗罗点点头就走了 而亚利安显得很担心 那天夜里 亚利安带着她的魔法 出现在关押纳伊娜的监狱里 她正哭倒在地 她一看到亚利安 就立刻败倒在她的脚下 请让我走吧 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 当然也不希望做错什么 我是被龙卷风带到这里的 大风摧毁了我整个王国 请还我自由吧 骑士 听到她叫她骑士 要凉哥哥的笑了 别担心美丽的姑娘 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要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兄弟们 他们就会放了你 非常感谢你 骑士 我们现在能告诉他们吗 这个监狱令我呼吸困的 我想呼吸新鲜空气 我的大哥佩佳赞德非常重视睡眠 在他睡觉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允许打扰他 但是别担心 我会用魔法带你去露天花园 你可以在星空下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在太阳出来之前回到监狱 然后我会去告诉哥哥 关于你的一切 你是个善良的骑士 一只倒挂在监狱外面的瞌睡蝙蝠 清了清嗓子 我可以睡一会儿吗 对不起瞌睡蝙蝠 我们会还你清静 亚历安用他的魔杖 在墙上画出一个闪闪发光的出口 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出了监狱 浑浑欲睡的蝙蝠闭上眼睛 喃喃自语道 终于解脱了 月光洒落下来 星星看起来那么的美丽 亚历安用他的魔杖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人 纳伊娜惊讶地看着他 因为只有在月光下 他才能看清他的脸 他立刻爱上了他 两个人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星星 他们手牵着手 手指交握在一起 微风轻浮着他们的头发 两人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 一名卫兵冲进法庭 告诉佩佳赞德 纳伊娜公主失踪了 大哥 别担心 他一定没有走太远 我会把他给你带回来 不 我要亲手抓住那个囚犯 为兵们通知亚历安 马上来接我们 我们出去找那个囚犯了 手卫点了点头 人马兄弟飞向空中 此时当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时 亚历安和纳伊娜醒了过来 两人相视一笑 很开心有你陪伴 妈 亚历安 我的名字是亚历安 两人微笑着拥抱在一起 他温暖地拥抱 让亚历安又变回了半人马 佩佳赞德和多洛洛正飞在空中寻找公主 突然看见了他们 叛徒 当他们着陆时 纳伊娜和亚历安转向他们 愤怒之下 佩佳赞德拔出他的剑 把他放在亚历安的肩上 你这个叛徒 这个姑娘对你比你的兄弟和米拉克更重要吗 大哥 拜托 我可以解释 没有必要做任何解释 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一切 他上前夺过亚历安手中的魔杖 如果你不是我弟弟 我就会判你死刑 但我认为这对你来说是更合适的惩罚 佩佳赞德用魔杖指着亚历安的魔杖 很快就吸走了他的魔力 你被米拉克放逐一旦你走出穷顶 你就会变成人形 但是 大哥 哥哥的决定没有回转余地 走吧 亚历安和纳伊娜转身离开了 当亚历安走出穷顶时 他变成了人形 两人手拉着手尽可能地远离米拉克岛 亚历安很难过 纳伊娜也很难过 因为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那天傍晚 当他们坐在小溪边吃水果 喝水的时候 空气中突然出现了几个索魂者 他们邪恶地笑了 他们的领袖沙多哈是最邪恶的索魂者 亚历安最美丽的板人马和一个人类女人在一起吗 所以这是真的 你被米拉克放逐了 亚历安愤怒地盯着沙多哈 纳伊娜躲在他身后 哦 别生气 我这是来表达友好 假如我 教我魔法咒语 然后我们一起去攻当米拉克 一起同治他 嘿嘿嘿 只有你和我 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兄弟 哦 别犯傻了 你的哥哥们把你赶出了家门 你不明白吗 佩加赞德只想要王位 随时在米拉克岛 瞌睡蝙蝠听到了卫兵说的一切 立刻跑到佩加赞德跟前 把听到的都解释给他 呃 聪明的国王 亚历安是无辜的 公主也是无辜的 你弟弟不想打扰你睡觉 所以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你这个消息 佩加赞德感到羞愧 他看着嘟喽喽说 嘟喽喽 我们犯了个大错 让我们立刻把我们的兄弟找回来 你可以把我的命夺去 但我永远不相信你也不会和兄弟们作对 很好 你让我别无选择 沙多哈释放出黑魔法 把他指向亚历安 但纳伊娜走到了他面前 受到了攻击 纳伊娜 不 就在这时 佩加赞德和多鲁罗来了 他们用魔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索魂者们随着沙多哈一起 瞬间为尘土 佩加赞德和多鲁罗降落在亚历安附近 亚历安一直在纳伊娜的尸体旁哭泣 佩加赞德用他的魔杖使纳伊娜松醒过来 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亚历安欣喜若狂 谢谢你 大哥 不要谢我弟弟 因为我没有跟你说话的机会就把你放逐 是我的错 你做了国王会做的事 这就是我们尊敬你的原因 佩加赞德和亚历安互相拥抱 我很高兴你们能团结 亚历安 现在请允许我向您告辞 你不能走 我爱上你了 我也爱你 亚历安 但是我不属于你 我是一个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人 请回到你的王国为自己找一个美丽的伴人马 泪水从亚历安和纳伊娜的眼里涌出 看着我 我不再是半人马了 我是一个人 陛下 请带走你的弟弟 他不听我的 他是对的 说着 佩加赞德挥舞他的魔杖 召唤了龙显峰之王 树叶开始打旋 旋风过下这一个身影出现了 回答的佩加赞德 你叫我有何吩咐 你的愿怒夺 夺取了纳伊娜公主的整个王国和他的亲人 我要你把一切都恢复原样 同时告诉他的国王父亲 他现在很好 要嫁给我最小的弟弟亚历安 我要请他们来参加圣诞的婚礼 龙显峰之王点点头就消失了 纳伊娜公主高兴地跳起来拥抱了佩加赞德 佩加赞德依然伴着脸一动不动 亚历安和多洛洛也是 我 对不起 陛下 佩加赞德把他的魔力还给了亚历安 他可以自由地在半人马和人之间转化 婚礼立刻举行了 米拉科岛的人们又开心起来 至于佩加赞德 他说在做决定之前 永远不要忘下结论